陆花花 你要记得 不要退缩 不要怂 加油 就是这个 加油 陈墨 你出来 陈墨 来了 谁啊 你是陈墨 我 我是 我 我 我跟你 原来是你 怎么会是你呢 居然是你 不过怎么办啊 挖挖你个怂蛋 醒开 没了 臭流氓 好 我 不过 我 我 你 所以是你 把苹果打进她的嘴里 害得她的下巴拖旧了 也害得你的手 被错伤了 医生 医生 他们还有救吗 你是指 智商 还是身体啊 你也不会让我继续地骄傲 我会一点一点 疼不疼啊 能不疼吗 叶鸣 对不起啊 真的对不起 叶鸣 这事其实怪我 陈墨 其实 也不全怪你了 我懂 我懂 你想骂我 但是医生说了 让你少说话少张嘴 否则会习惯性脱臼的 我懂 我懂 你嘴肿了 影响到了你的偶像气质 我错了 我帮你想办法 或者你看 我也受伤了 你也很疼 所以 你可以不要把今天这件事情 告诉叶鸣哥吗 行吗 行吗 好 从今往后 三人和平相处 没问题 从今往后 你是我 三明远 如果我离你三明远 你就不告状了 我根本就不喜欢告状 因为我哥他根本就不喜欢 你这个类型的 那他喜欢什么类型的呀 说呀 什么类型 三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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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好 行 连做梦的海湖 背舞 背舞 叶铁 没事吧 小意思 谁知夏蕊宁他 别提他 千万别 他连名字都渴望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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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蕊宁 我来送这个药膏给你 涂嘴角 保证晚上就消肿 夏蕊宁 你离我远点儿 比什么都管我 叶铁 你看 我就跟你说他真的很讨厌我 不过这也不怪他 都是我的错 叶铁 你怎么这么对女生啊 人家蕊宁一早去教官那里 帮你请假 还跑过来跟我说 想向你道歉怕你不同意 你就这个态度对他 哥 他有那么好心吗 他在演戏啊 你看不出来吗 哥 你看看 你看看 没事没事 我没事的 叶铁 其实昨晚 你跟我说的那些话 我觉得特别对 我觉得特别对 我觉得确实是我不好 叶苗 真的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下次一定注意 但是这个药膏 这更管用 不会吧 不会吧你 你眼睛是哭的 吓人 你是 叶铁 没事 没事 学长 我没事的 我决心去了 叶铁 人家都已经向你道歉了 说了这是一个误会 你还这么紧紧计较 至于吗 我 夏二娘 你头好够啊 是 同学 喝水 你呀 谢了 你 这里还好吧 小意思 那你头还疼吗 你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我觉得 你还是在房间休息比较好 我 我什么事啊 脑震荡啊 脑震荡 你怎么知道了 昨天夏瑞宁帮你去请假的时候 是这么说的 难道不是吗 这个 病假倒是不假 只不过这脑震 她其实也挺内疚的 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好觉 你怎么知道她 我是她的室友 我叫沈珍 那她昨天晚上哭了 哭 为什么哭啊 我今天早上看见她眼睛肿了呀 是这样的 我看着你了 我看着他着谢谢你 十二宁 如果生活是工斗局 你能活到最后一劫 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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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女生一巴掌拍成脑震荡的 现在的男生也太致容了 一巴掌就能脑震荡 走走走走 好冷淡 谁骂我 不错 不错 华华 你在干什么呢 我缝裤子呢 缝上了腺腿肠 你再不过来吃饭 饭就没了 食堂离宿舍那么远 你还不快点 知道了 马上马上 我去工作吧 我去工作室 我去工作室 叶淼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眼睛不肿了 清凉要用完了吧 下次试试辣椒面呗 叶鸣 我觉得咱们还是吃饱了 再解决私人愿 再碗饭都没了 看什么 我打这个 果然小孩啊 一哈 Cand куп 我看了你真的很像你这么的意思 怎么 他 又有啥鸖汤 燕淼 你要啥子運氣啊你 你不會今天早上 你怎麼跟別人假裝關心我 也是在演戲啊 我要是真的關心你 你會接受嗎 絕不會 那不就得了 你確定你要中啊 請假 請 別後悔 假 衝啊你 快點 假 別拍了 嚇死你了 快點啊 衝啊 衝衝 你衝啊 快點 快點 快點快點 衝啊 走來 你不是造謠 你給我打成腦震盪了吧 我就讓你震盪震盪 葉苗 你是我見過最小情的男生 夏日娘 你是我見過最陰險的女生 我警告你不要這樣對我啊 張嫂如母知不知道 呸 真不要臉 你不讓我好過 我也不讓你好過 快點 快別晃了 就是殺你一千 死我一千五啊 別往前啊 下車啊 別往前啊 別慌了 快 下車啊 快點下車 別慌 手撕壞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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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